最近因为无法出门 就只能在网络上参与一些外国的华文摄影讨论 其中就聊到了一些新晋摄影学员 和飞科班出身的摄影师们 对于购买摄影镜头的迷思 我今天就在这里和大家聊聊 摄影技术是光线的捕捉 照相机场年年都在推出新相机 但学员们买了相机 却不晓得需要如何去选择镜头 大多数人会在买之前到YouTube去寻找资料 左看右看了很多 却被这些杂乱的YouTube频道搞得不知如何是好 选择镜头其实不是一件难事 一般上入门机种都会兼配一个套镜Kit Lens 也都会是常常会用到的焦段 多会与相机一起进行配套购入 价格也会很优惠 应该是大家首先考虑的购案 对于学习摄影学的朋友们 也可以利用这套器材 在未来的学习道上学习拍照 是个非常好用的激进组合 至于其他的镜头呢 我建议先把基本工价先学会 才来考虑 针对于一些隐友 觉得自己需要换相机 而需要购买较高端的机种时 发现这阶层的相机并没有套镜可选 那我就会建议把之前就相机的的套镜先用上 再慢慢考虑购入试用朋友的镜头 带相机到器材店铺去试用 最后才来做决定 无论是初学者或是高端用家 我都不建议购买长焦镜头 除非你是个打鸟爱好者 我的长焦镜头一年用不到两次 但它却一直躺在我的干燥箱里占地方 我也需要常常替它清晨洗澡 无谓照顾 现在的摄影趋势有偏向于超广角摄影 一般低于14到24毫米全画幅的 和10到16毫米FC焦段的镜头都属于这类 拍出来的景物都让人惊叹不已 有些学员会说超广角镜头很烧银子 但我的看法是 要不烧钱买定焦的吧 也不需要买很大的光圈 因为大景照片很少会用老样幅点6以下 也可以购买手动对焦 有一个韩国品牌三阳的成像 与颜色误差表现很好 值得推荐